哎呦 终于到了 虽然不是有那么的期待 但是很多朋友还是在等他 我们的这个AD200 Pro 在展会上虽然已经见到我一次 但是当时在问工厂的时候 好像他们对这个AD200 Pro的这个态度 没有这个V1这么积极 当时跟我说的也是不着急 不一定什么时候出 但是这个不一定 没想到呱唧就到手了 也是非常意外的一次 神灵一项是截牙膏 当时我还预言说 它这东西还需要再改进 没想到就这么就出来了 那么我们看看 它到底跟之前的这个AD200 有什么不同 我们先看一下配件 好 灯体这个没什么好说 在展会的时候 我就已经拿到过实物了 给大家说 也就只有这个屁股上有点区别 屁股上有点区别 然后灯头啊按键都没什么区别 就是整个外形 就是只有这个臀部 臀部有一点区别 然后我们看看配件啊 电池一样的 然后这个灯管算了 我就拿手拿了啊 一会擦一下 然后充电器没什么好看的 好 我们来看看它这个改进后的这个底座啊 让我们一块看 我把这包先扔一遍 好 先从小的开始看吧 改进后的这个底座 看一下 比之前是结实了 整个是金属的了 之前的我说过 当时做评测的时候 刚开箱的时候 就说过这个的问题啊 因为它们是塑料的嘛 所以你下边顶这个灯架的时候 碰上那种手残档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会顶成什么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 听到响了吗 听到响了 我们继续拧啊 因为有那种手残档是不到拧不动 它就不再停的 你看它不到拧不动不再停 只要还能拧 有的人就会继续拧 我这手上有点汗啊 就会继续拧 继续拧继续拧 继续拧 好 最后就是这个结果 碰到手残档 最后就是拧到这样 对吧 但是现在这个新的啊 因为它是金属结构 所以这个下边这个东西 要好得多 这个整个是金属的了 不像从前那是塑料的 然后包括上面这块 它其实有点像这个AD600 Pro一样 它是无级的 没有咔咔那种档位了 里面加了个垫片 但是这个垫片 到底这个力度如何 我们来试一下 稍微紧一下 没问题啊 还可以啊 就是特别时间是可以拜动的 但是这个力 撑一个AD200 还是没什么问题 然后这个底座的 下面这个安装方式 好 也没什么问题 这个升级 给加一分吧 加一颗星 加个鸡腿 好 我们来看一下灯头 到底有没有变化 我们 先拿我原来这个AD200的灯头 然后这个是Pro的灯头 我为了 好 现在反正我们拍的视频不会乱啊 这是Pro的 这是普通的啊 看一下屁股 好 一样 一样 印刷稍微有一点区别 正面看 基本上一样 但是我用眼看会感觉 也有可能 因为我这个比较老了啊 这个会感觉 它这个捏分透镜啊 非捏透镜啊 就有一点发黄 比这个要黄一点 这个会 感官上会白一点啊 这是唯一的 能看到的一点点区别 然后 这一侧也没什么区别 只是印刷上有点区别 模具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把它还是先推到这个上面 上头弄乱了 这是老的 好 这是新的 然后电池的话 我们看一下电池舱啊 虽然电池是通用的 我们看一下电池舱内部 一样不一样 也没什么区别 电池舱内部也是完全一致 连弹簧都一样 但是新的可能会看着干净点 老的稍微有一点发黄 别的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把这个电池看一下 老电池和新电池 看看有没有区别 印刷上不同 但是型号上都还是WB29 然后14.4伏 2900毫安 41.76瓦时 没有任何区别 只是印刷上有区别 但是模具上 包括这个做工上 应该是没有任何区别 一样的 没什么区别 好 我们把新的装在新的上 然后老的装在老的上 好 这是没问题的 即便我们把两个电池互换一下 肯定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之前在展会就问过了 电池是完全通用的 只不过印刷上有点 这个贴纸不太一样 其他地方完全是一样 好 没问题 包括灯头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勾登灯头的这个灯管 应该也是没什么问题 没什么区别 我们把老的拿过来看一下 这儿摘了 对比一下灯管 但是灯管的话 因为是批次不同 它可能会 在色温表现上 会有一点不一样 但是实际上用肉眼看的话 这个管会偏白一点 这个管的镀膜还会有点发黄 我的老的还是发黄的 新的会有一点偏白 不知道是不是对色温进行了调整 既然官方说这个200Pro 是增加了这个色温稳定模式 那么就打开开关 我们来看一下 开关有点不太一样 原来那个比较小 现在那个大一点 所有的区别都在都在臀部 好 打开开关 然后再有一个区别呢 就是这个Pro呢 它的功率表现形式 它变成了这种256分之一 最低自一档位到了256 而且是0.1档的进位 我们随便来看一下 看看它的这个模式从哪看 屏闪TTLM 屏闪TTLM 然后M档 这是Menu进入了菜单 F1 F1是啥 F1外不是 这需要看这个说明书 F2是S1和S2两种这个光影的这个模式 F3是应该是这个自动休眠 或者这个自动关机的一个时间 F4是这个Delay的时间吧 对 Delay多少时间 这不有秒吗 second 0.0几秒 然后F5是这个Mark 也就是咱们这个蒙版模式 你把这个灯作为A组还是作为B组的这个触发 然后F6是提0.1显示 这个一定要打开 好 那么F7是什么 F7好像是关于WiFi的 我们可以把AWiFi 这是加密吗 是不是到99 没错 加密到99 这是一个ID 也就是我们的频道的一个ID 我没看说明书 咱们瞎猜的 F8 F8圈C版权认证 什么意思 等一下 我们看看 一共就到8 现在只有1跟8 我没明白 意外知道是什么了 1是回电提示音 看开启这个声音 我们试一下 响 没错 然后把它关闭 你怎么试一下 不要响 OK 没问题 把它打开 就是F8 F8这个圈C 按照网上的这个用途来说 应该是一个版权声明 它们在灯上加了一个版权声明 但是什么作用呢 是不是它所谓的这个色温恒定模式 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 好 找一下它的这个自定义功能 说明书 其实很多时候 这说明书大家不看 但是其实它最有用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 关于菜单的一个说明看 我猜的没错吧 F8 色温恒定模式开关 Ans打开 Off是关闭 M非高速模式状态下 也就是说我在M档 回到M档 我这个色温恒定模式已经打开 大家看上面有一个圈C 然后呢我们是在这个全功率 全功率是220分之一秒 我们拿色温表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稳定性 因为现在屋里有很多复杂的这个环境光线 所以我们这个这样测的话 只是代表它的一个稳定性 并不能代表它实际的一个色温输出值 我们只是看一下它这个浮动范围到底有多大 我们关闭它和开启它看看它范围有多大 我们就用这个方头灯来试了 稍等我这表需要按幅校正一下 噔噔噔噔噔 OK 现在目标色温5500 我们来试一下 把这个 我们用全功率试的话放在这吧 放在上面 放在高位档 好看一下色温恒定模式 我再守在一个固定位置在这里 OK一下 Over太近了 稍微远一点 好 6060 60 6058 6059 6066 6052 6044 很牛逼啊 那我们把它调到最低功率 我们来看一下 不不不 我们先关闭它这个模式 我们试一下 把这个F8关闭 我们看看它是个什么状态 F8现在是关闭状态 就是关闭它色温恒定模式 就是到了一个 正常的一个AD200的水准 不是Pro了 5947 6025 6062 6094 6081 6060 6074 6057 也还可以啊 横向的同功率还可以 那么我们把它降到最低功率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256分之一啊 这个就得离近了 好 降到低功率档上 看我在这里啊 基本上 20公分吧 6535 6414 6521 6360 这个就看出来的浮动是比较大的啊 100K左右 那我们现在还是进F8把这个功能打开 我们看一下它是什么表现在最低功率下 我们需要先放个电啊 好 最低功率啊 256分之一 OK 没问题啊 试一下 6251 6214 6144 6199 6193 6153 6180 6175 6122 6174 基本上是在10位数上浮动啊 这个还是 确实是它做了功课啊 我们再回到最高功率看一下啊 好 然后我们需要把它开到高档位 好 6061 6024 6046 6032 好 好 我们关闭它啊 用我们老的AD200我们来试一次 但是这个电会比较足一点 我们就直接全功率啊 不用敢管别的 全功率M档 这个没有色纹恒定啊 就是全功率M档 看看是个什么状态 都是平头啊 6142 6156 6147 6156 6146 61080 61096 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但是确实是有一点差距 因为我这个屋里现在各种灯开了 所以环境光比较复杂 这样的话 说不准到底准确不准确 那么后面我会做详细的测试 进棚我们再用常规的这种手法 刺文表刺文表刺文表给它上上 然后看看它到底几斤几两啊 好 那么我们简单的这个功率测试看完了 我们还有什么要比的吗 我觉得没什么要比的了吧 灯头也没什么好比的 基本上长得都一样 这也是一样 只不过印刷批次不一样 模具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么附件呢也没什么好说的 冰头的这个从前出的这个附件 直接卡上就可以了 完全是一样通用的 这个玩意我一直会装 不会拆 每次拆的时候可能都要卡到手 这次平安落地 好那关于这个AD200PRO的开箱呢 我们就做这么多 一遍飞翔作业更强 我是老赞 咱们下次再见